Hello大家好,我是小豪,欢迎来到中华频道 每个礼拜用几分钟的时间帮你快速理解复杂的实施议题 最近的中国高考成绩是放榜 很多中国的考生还有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超级紧张的 到底最后会考到怎样呢? 很多人就讲中国人之所以这样紧张高考 就是因为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讲 一场高考就可以决定大家以后是吃鲍鱼还是吃咸鱼的 哇有这样大压力的吗? 确实跟大马人考SPM有点不一样的 中国高考不只是出了名难的 还是出了名严格的哦 考个考试都要触动警察来帮忙 高考当天还连一只青蛙都不可以叫的 哇考个考试要搞到这样大阵仗哦 靠高考来改变人生这种讲法难道是真的吗? 今天就让我们几分钟之间来跟大家一起聊聊看 中国高考到底有多夸张 中国人读不读到大学真的有这样重要吗?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中国的高考到底是什么 他们的高考就是高三之后 考大学的招生考试 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考试之一来的 学生是可以凭着高考的成绩去争取自己想要读的大学 还有志愿科系 就好像是韩国也有高考 台湾跟香港也会考 还有马来西亚这边的SPM STPM这样子 但是跟我们马来西亚的SPM或者是STPM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马来西亚的考试时间是很长哦 可以分成好几个礼拜来考试的 所以科目跟科目之间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做复习 也可以稍微放轻松的 但是中国高考就不是这样子哦 他们整个考试就只有三天而已 差不多是讲十个科目就要在三天内考完的 而且中国高考的题目是出了名难的 很多学生未来的读书都是早上四五点就开始准备早自习 然后上了一整天课之后还要预习到晚上十一十二点了 再来就是考试过程也是很大阵仗下来的 像是高考的考卷是要用警车护送的 考试当天考场附近还会有交通警察来指挥交通 只有考生到场之后还要过三关才可以进去考试 包括两次人工案件跟一次智能案件 简直就好像是在过海关这样严格的 而且考试的时候绝对是不可以有人可以吵到考生 像是车子经过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哼 最近这一次的考试甚至有青蛙叫都是不可以的 绝对不可以嘎叫到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 而且我们还发现不只是中国这边的考试 韩国跟台湾也是有很夸张的考试习惯的 像是韩国高考期间 有些企业会延迟上班时间 就是为了要让路给考生去考试 甚至在考英语听力测试的时候 除非是很紧急的航班 不然是连飞机都不可以起飞或者降落 以免会吵到考生听问题的 在台湾那边也是的 他们的爸爸妈妈甚至会紧张到会跑到学校去陪考的 这件事情在台湾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作为大马人我们看到真的是觉得很惊讶的 就考试试而已有必要这样紧张的 考试试为什么大家的反应会这样大的呢? 从刻板影响来讲亚洲社会都会被认为是比较看重成绩跟结果的 像是爸爸妈妈会希望孩子很会读书很会考试 这样改天才可以出来做医生做律师做工程师赚大钱 甚至还有美国学者就讲 在中国这样子独生子女比较多的家庭 他们的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全家就这样子一个孩子而已 全家人都会把希望寄托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对这些中国小孩子来讲 高考之后考到什么大学 基本上就决定了他以后要人生 甚至整个家族会是怎样走的 对中国学生来讲 考到什么大学是很重要的 因为对他们来讲 考到厉害的大学 争取到第一志愿改天找工作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筹码 去找前景更好的大公司 这些厉害的企业不管是起薪挑薪或者是升迁的空间 都会比一般的公司来得快来得多 所以可以挤进去的话 基本上你就是赢在起跑点上面了的 那对这些企业来讲 中国人口多 他们每年都会收到海量的履历 要怎样快速筛选人才 最快的方法就是先看学校学历成绩 名校生跟成绩比较好的 在一开始申请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脱颖而出 争取到面试的机会也会比较大 对这些年轻人来讲 有了稳定的工作 未来的生活就有了很大的保障 以后想要结婚生孩子就不会怕没有钱 相反 如果没有一开始就找到好的工作 薪水福利就没有加好 现在的通膨胀厉害 难保以后要一直担心钱不够用的问题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 这些20岁不到的人 去考高考的学生 他们在想着的不只是考大学 而是几十年后的人生规划问题 基本上就是在跟你讲 你20岁的时候做的决定付出的努力 就会决定你一生人到底要怎样过 而且这还可能不只是对他一个人而已 对很多家境普通或者是贫穷的人来讲 要摆脱自己的家境 摆脱阶级复制 高考就是他们唯一是大翻身的机会 所以每年的报考人数都是很多的 像是今年就有1342万人报考 是创下了历史记录的多的 而在中国更夸张的是 这里面其实是有413万个考生 是重读红考生 也就是讲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 都是因为不满意去年的高考成绩 回来重新再考过一次考试 希望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来报考大学的 这些考生当中 为了要考好成绩 有的考生甚至还出很多花招来作弊 像是什么偷考卷啊 找人冒名代考啊 甚至还有这些当场拍照上网问人的 这些作弊方式啊真的是很天才一下的 所以啊也可以理解 中国他们考试之前的安检 会弄到好像在过海关这样子严格的 除了作弊之外 也有一些考生在高考期间 因为顶部顺压力而自杀 因为担心自己考不好 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甚至觉得自己死了 父母会更加轻松 小小年纪就自杀是取了生命 而且最惨的是 很多学生拼命考上好的大学 拿到好的学历之后 结果竟然还是找不到工作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很多学生拼老命考上好大学 就是为了以后可以拿到好的工作 但是最近几年 中国年轻人一直都在面对失业的问题的 尤其是在COVID老之后 青年失业率一直是没有恢复过来的 甚至还有研究就对比 中国跟其他国家的数据 就发现只有中国在疫情解锋之后 失业率不只是没有减少 反而是变高的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口多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了之后 其实大学生是满街都是 所以竞争就越来越大 再来就是有人讲 因为现在的公司都要找有经验的人 所以就算有再高的学历 没有经验也是没有用的 根据中国学者 2023年就是去年8月份的研究 他们发现中国大部分16岁到24岁的高学历年轻人 这些学士或者硕士 他们都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 而目前在中国的就业市场里面 大家都倾向于要找有工作经验的人 对没有经验的新鲜人来讲 适合的工作机会就只占了整个市场的4%不到 对比2018年同时间的数据 那时候对新鲜人的需求至少还有8% 等于是讲短短5年之内数了一半去的 但加上还有人就讲 最近中国几年的经济发展 很多都是服务业来的 所以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 也是服务业的岗位比较多 像是外卖员、餐厅的服务生等等 而对这些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讲 这就跟他们的专业和高薪水的期待 根本就不给match的 所以就弄到很多中国年轻人 不是使命去比谁更加决 就是觉得 你再怎样努力都比不过人家 干脆放弃躺平的 其实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 发现像这样的问题 也不是只有中国在面对而已 来一下这边 虽然竞争没有这样可怕 但是有不少年轻人就拿着高学历 但是最后失业的问题 所以时不时都可以看到 人会讲读大学还有用 就觉得不如中学毕业就出来打工就算了 自己创业的话还可以当老板 但其实考不考大学都是个人选择 把考大学当做是以后可以找到好工作的事情 本身是没有错 你的成绩跟学历 确实可以用来证明自己的专业还有能力 是你其中的一个优势 但是我们觉得它绝对不是唯一的指标 更不应该把读大学这件事情 当做是成功人生的开端这样子 我们觉得读大学的这个年纪 其实是我们摆脱青春期慢慢转大的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 无论你是选择读大学 还是去外面打工去创业累积经验 其实都是在探索这个世界 更重要的是你再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但这个也只是我们自己的小小想法 知道大家对考大学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 对你来说你会选择读大学还是早点出来打工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的意见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也欢迎帮我们点一下订阅 支持我们小小的我们来下转到这里 我是小小 我们下一次再见啦 拜拜